跟我回去見Dotter 你搞甚麼 這隻貨雞加上福興和我江叔 把自己的貨品放出去 貨雞,是甚麼你做的 大哥,是我的… 還笨 原來全部都是你廚師的 本來我都很看好你 但是你想威脅得太快 令Dotter現在更相信你 再加上你現在知道 你不應該知道的事 我是不是應該還留你在這裡 Dotter給我來查 如果我死了 你以為他會懷疑你了 為了在沒有警察身份下全身而退 俊軒答應莫耀強幫他調查社團內部的叛徒 其實莫耀強早就知道太子一直與福興幫的江叔聯手 將和聯社的貨低價賣給江叔 再報假賬給莫耀強 這樣他既能完成業績 還能從中間撈一筆油水 而這些對於莫耀強並不是最重要的 太子以前這麼做他可以容忍是因為太子在這個位置上產生的價值 如今莫耀強更看好的是俊軒 他需要太子騰出來位置 於是他假意答應俊軒幫他查明判圖後就讓他隐退 俊軒查到了太子的手下火雞勾結江叔出賣社團 他立刻要帶火雞去見莫耀強 可此時太子進來 然而太子早已心知肚明俊軒是臥底 他留下俊軒就是等這一天俊軒能做他的替罪羊 然而打開工廠的門 莫耀強的手下已經等在這裡 將太子和俊軒一起帶到莫耀強的面前 太子自然不認帳 直到莫耀強以他母親相威脅 太子才說了實話 莫耀強答應太子放了他 卻私下安排俊軒做掉太子 雖然他現在並不是警署的臥底身份 但俊軒清楚不可以犯命案 俊軒還在思考著對策 太子深知莫耀強作師的手段 他在路口借機跳車逃跑 然而貪心的太子再次演繹了人為才死鳥為失望 他逃跑後第一時間是衝回辦公室 拿他保險櫃裡的鈔票 而莫耀強早已等候在此 為何你會生怨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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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警察的他知道 太子屍體上的彈孔 以及手槍上他的指紋 都是可以控告他謀殺的證據 即便他一口咬定開槍解決太子的是莫耀強 然而現場並沒有證據支撐 並且以莫耀強的手段 他也活不過明天 此時俊軒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危險與明天不知道哪一個會先到來 就在這時 知道俊軒臥底身份 覺得自己虧欠俊軒的營運 一定要和俊軒重新在一起 即便俊軒說出多麼無情的話 他只知道俊軒不想連累自己 卻不知道俊軒現在的處境多麼危險 執著的盈盈向成天提出了辭職 他計劃和俊軒一起離開香港重新開始 知道盈盈要離開的修平 單獨約出了盈盈 其實在俊軒坐臥底的三年 修平一直照顧受傷的盈盈 她心中早已愛上這個純潔的女孩 只是她知道盈盈心中一直放不下俊軒 修平送給盈盈一條項鍊當作祝賀她能重新和俊軒在一起的禮物 還幫她提前搭好出國的關係 可在盈盈心中滿滿都是俊軒 就看不到這個對自己如此赤心的大男孩 莫耀強通過黑石一聲 已經知道俊軒借口自己患病要離開社團是謊言 結合太子言之早早地說俊軒的臥底身份 莫耀強相信俊軒就是警署派來的臥底 不過他看中俊軒的能力 他只要略施小技 就可以讓俊軒徹底斷送警察生涯 於是莫耀強安排手下匿名舉報 社團下屬的公司倉庫藏毒 毒品調查科接到舉報立刻採取行動 然而並未撿獲毒品 卻發現了太子的屍體 以及在同一個貨櫃內俊軒的經理 俊軒被帶到警署問話 然而面對重案組的詢問俊軒閉口不談 成天看不下去俊軒的不合作行為 因為目前的證據對他相當不利 可這件事明擺著就是莫耀強部的局 莫耀強還沒有出手 俊軒只能等他出招 再見招拆招 原本前途無限 現在搞得翻不到轉頭 我今時間不是搞到這樣的田地 你不要說 你沒有責任啊 所有人和成天給大家一個機會來 整個人錯再錯 如果臥底行官都終止了的話 或許你不會錯都沒有關 你只好以為之 然而莫耀強卻帶著俊軒的不在場證明來保釋俊軒 他拿出俊軒離港的船票證明 以及監控中拍攝到一個很像俊軒的身影 但這人始終沒有抬頭 中案組只能先放了俊軒 莫耀強在接俊軒回去的路上 他再一次體會到這個人的城府之深 莫耀強在交給他殺太子這個任務時 就已經同時給他做了這份不在場證明 做事如此狠拉又滴水不漏的莫耀強 警方想抓住他的犯罪證據非常困難 在莫耀強與俊軒離開後 這是莫耀強與警署的第一次正面較量 古斯爾卻站在觀望者的角度 看清了莫耀強的野性 而這一切對於俊軒 只能是新的開始 即便沒有臥底的身份 他這一顆血液中流淌的還是正義與使命 俊軒要替代太子的位置 做道和聯社的作管 也是莫耀強的代言人 眼前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辦 俊軒約出修萍 他也曾無數次放不下盈盈 只能夜深人靜的時候等在盈盈的樓下 他看到很多次都是修萍送盈盈回家 同時男人也是好兄弟的俊軒 支持修萍勇敢地去追盈盈 他們之間已經沒有任何可能性 盈盈對他只是內疚也不再是真正的愛 他要修萍知道自己完全不介意 反而希望修萍可以給盈盈真正的幸福 而俊軒要走的這條路 前路兇險 不光有城府吉深的莫耀強 甚至神秘的紫棋的出現 都是一盤大棋 這次紫棋跟著俊軒 他從不同的角度 被這個略帶憂鬱又帥氣的男人拍照 當俊軒發現他的時候 竟然說自己的職業就是做電影 其實呢 我和志遠 都是想成為一個出色的演員 喂 你這部電影還有沒有角色騙我啊 誰是導演啊 什麼電影公司啊 廢話呢 就說完了 跟我啊 是啊 我是跟你啊 我跟她那個女人是誰 她不是經常打電話給你那個 我們不是玩玩一下而已嗎 玩玩一下還是認真 是我話事 我想找你 需要你的時候 電話你又不開message 又不回 而當紫棋突然間柔情似水地說出對俊軒的思念後 再一次消失在茫茫人海 面對充滿誘惑力的紫棋 俊軒此刻也只能將感情問題先放在一邊 因為莫耀強已經力挺他接替太子的位置 做社團新一代做過 太子的葬禮上 成天帶著毒品調查科的探員已經等候多時 他們也想知道誰代表和聯社來送太子 一輛搶眼的黃色跑車出現 俊軒已經驚視不同網絡 小狗 aids extraordinarily 新 fase